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政府进一步升级了对华为的限制 不仅仅是限制台积电 连中芯国际也不能给华为供货 本来5G集成基带技术的突破 是麒麟芯片弯道超车 一举超越高通的绝佳机会 如今麒麟芯片是否还能正常量产 都变得模棱两可 当然华为不是第一家被美国打压的中企 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众组周知 实体清单是美国针对其他国家 患用的商业黑名单伎俩 华为之后 美国又将33家中国企业加入实体清单 而骑虎360是既芯片 机密仪器制造 高性能计算机 通信后 我国首家网络安全公司上榜 那么360的实力有多强呢 360是全球范围 唯一能与谷歌微软并行 拥有全球最大网络安全大数据的公司 此外 想与全球的360安全专家团队 素有东方最强白毛军团之称 这也是360领跑全球 挥设美国的一大杀手锏 作为难兄难弟 360是第一家站出来力挺华为的公司 当时周红依旧表明态度 360的产品都要率先使用 支持华为的芯片和技术 孤独是强者的常态 强强联合使心常态 近期 360和华为更是首次达成合作 共建昆虹生态系统 计划构建安全性极高的网络系统 360一流的网络攻防对抗技术 我们的网络安全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牢靠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结创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